年紀比較幼小 6到11歲的爸爸媽媽 群組裡面炸了鍋 現在要打疫苗 到底要不要打呢 大家知道莫德納 副作用是滿強的 我自己第三劑打莫德納 燒熱39度 大概燒了12個小時左右 真的就是不退燒 我真的有點嚇到 我前兩劑打AZ還好 但是台灣就只有莫德納 沒有BNT 為什麼沒有BNT 你看我們蠟碗報就知道 我們的政府對BNT 向來是非常非常的糾結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 為了孩子 你大人的世界就罷了 為了孩子 這個糾結仍然放不下 所以到此刻為止 很多父母親在問 像美國 美國是不允許兒童 打莫德納的 很多國家 導播我們有一張是不是 有一些 某一些國家是可以打莫德納 但是某一些國家是不行 我們看到 核准莫德納用於兒童的 歐盟 英國 澳洲 加拿大 都是今年 看到沒有 而且英國還是最近 對 都非常非常的新 大部分都是BNT 被認為BNT的副作用是比較少 好 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張 所以很多台灣的父母在問 我們大人打疫苗可以選 這麼小的孩子 6到11歲竟然沒得選 所以我現在只有兩種選擇 打或是不打 只有這樣打或不打 不打的話防護力就是零 打的話我就要讓我的這麼小的孩子 去冒著風險 我問一下你怎麼想 11歲的可能還好 10歲的還好 6歲的你要不要讓他打 我的孩子大了 我在想我如果是 6歲孩子的媽媽 我真的是急得晚上睡不著覺 所以到現在為止 BNT然後講了一大堆理由 陳時中說什麼 利潤分配 譚布隆 什麼卡在上海復興 什麼輝瑞 講了一大堆 我告訴你 我真的不太想聽 我只要說你就是把BNT的 兒童疫苗拿出來 而且大家知道 BNT做兒童疫苗 它是專門的包裝 莫德納打半劑 打半劑護士就要抽 防呆機制我也有點擔心 因為現在大量的確診 所以莫德納是半劑 又要靠人工在抽 當然我知道台灣的醫護人員 非常非常的盡責 但是總比BNT來的風險大 我們的高端不是宣傳嗎 一劑就是單包裝 所以很安全 但是莫德納不是這樣 他要打在幼小的孩子身上 然後跟這個相關的 就是三年來到你在做什麼 快篩 本土已經炸了鍋 五月部署在快篩 網友都在說拜託了 2022你現在才想到快篩 我們台灣早快篩的 這個技術難度不是很高 我們台灣是有廠商的 然後現在說規劃什麼 實名制 大家一聽到實名制就炸鍋了 每個人最多買5G 單價壓至百元 4月18號的新聞 這應該是2021年4月 這我還可以接受 都已經2022年了 現在才要告訴我們這樣 人家國際間 你看到美國 你看到英國 在去年就把快篩世紀 郵寄到每個人的家裡面 去年我們就講過了 整個郵寄到人家不要錢 政府的福利 郵寄到每個人家裡面 好像每個國家不太一樣 每個人都有地址對不對 然後就直接寄過去 我們現在才這樣 還要實名制 到時候是不是要去排隊 你現在居家房是買不到的 到時候可能又跟排口罩一樣 所以江啟臣問了一個 很好的問題 用他來做總結 如果早遇料到沒有辦法清零 為什麼這些這些這些 你都不提早規劃 介大使 不是 第一個 兩個不 一個不專業 第二個不認真 只有這個解釋 那這些事情 我們每次到的關頭都是缺的 對不對 當時要口罩 口罩缺 那是打疫苗的時候 疫苗缺 要快篩的時候快篩缺 現在要兒童疫苗 兒童疫苗又缺 快篩現在可以做得到 押制100元 那為什麼找不做 那前面以前人買的 花了300塊 300多塊買的都是冤大頭 做得到的 為什麼不做 那你這個BNT兒童疫苗卡關 我覺得他的這個講法 我覺得應該要去繼續調查 什麼叫利潤分配談不攏 什麼利潤 對不對 這個有什麼利潤不利潤的 你有需要的話 你就多花點錢 我們反正全世界 最貴的疫苗都買到了 那個高端不是全世界最貴的嗎 這個BNT到底利潤是多少錢 一計多少錢 那你今天有用的時候 再貴你也得買 對不對 何況不用的東西 都用最貴的價錢買了 現在什麼叫利潤分配談不論 我覺得這些零零種種 早就該換人了 我們事實上真的是政治防疫 然後不專業的人在防疫 然後出了這麼多狀況 還是同一個人在做 而且這個人 坐在這個疫情總指官的位置上 他的心老早就飛了 飛了很久了 我們就知道了 常常在唱歌 在喝酒 哪有一個疫情指官這樣幹的 一方面坐這個位置 一方面馬上就要去選 就要從事參政 這個位置真的就是要專心一致 而且很多事情 事情做得好 做不好 就看他能不能看到 未來的發展的趨勢 對 介大使我問你 我先問一下這個網友 這個現在兒童疫苗 就沒有BNT你接不接受 你是接受還是憤怒 來 我們投一下票好不好 你當然接受還是憤怒 說實在我們都說 再苦不能苦孩子 台灣人對待孩子 真是秀名名 這個少子話你知道 每個大家都是捧在手掌心裡面 我覺得這個東西 你覺得會不會造成一個 很大的一個撼動 因為說實話 這個案子在所有的家長群組裡面 真的炸了鍋 我覺得是不分藍綠 已經不分藍綠 你今天就算是綠了塔利班 或怎麼樣 你看到你的孩子 只能夠打莫德納 你心裡面是什麼樣的想法 但我們沒有說莫德納一定不好 但事實上 世界上就不只有莫德納 我們台灣因為奇奇怪怪的理由 BNT兒童疫苗到現在還沒有 我覺得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疫情發展到現在 你說要談判 你說要購買疫苗 這又讓我們想到 你記不記得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我們台灣人都沒有疫苗 但是食藥署跑去先打 我們的政府部門都跑去先打 打好打滿 然後現在我們的兒童 最需要疫苗的時候 我們又沒有 為什麼老是在人民最需要什麼 什麼就沒有 最需要快篩 快篩買不到 最需要兒童疫苗 兒童疫苗沒有 我們大人那時候 最需要疫苗也沒有 就是這樣子 而且他這個答案 他這個給這個答案 非常非常令人氣憤 他應該說 我現在就用盡一切辦法 到全世界去找BNT兒童疫苗 最快的時間送到台灣 給我們的兒童打 你長期在公務部門 這個就是政府的能力對不對 你如果講說A理由 B理由 C理由 所以我沒有 拜託我去當就好了 對不對 我理由更多 我可以編出100個理由 但我的意思說 就是在非常時期 別人拿不到你拿到 這才叫做你的能力 但是我們看到陳時中 就是給大家很多理由 他丟這個理由 我覺得會不會 我們其實很早以前 我們在台灣社會有一句話 大家都記得 不要為失敗找理由 要為成功想辦法 你現在你不要去找理由 他是碰到一件困難的事情 要他負一點責任的事情 他就在找理由 他是找理由 唐塞責任推責任第一名 可是我們沒有看到 他為了解決問題 他所付出的這種 這種所謂的拚了命的 做事情的方法 這個說實話 現在你看BNT拍胸脯 我如果找不到的話 一個月沒有疫苗的話 我就下台 對 結果一個月後 這個來了 然後陳時中聲量很高 他就選台北市長 就選上了 對不對 這就是能力的展現 但現在就不是 但他向來就不是了 而且他後面沒有 他後面沒有一個好的長官 今天我們的行政院長 蘇貞昌 就應該跟那個行政 就跟他講說 你一個禮拜給我把這個疫苗 近100萬支到200萬支 對 下軍令撞給他 你如果辦不到的話 你就下台 對 這個才是辦事情 我們以前都是從小公務員開始 長官都這樣要求的 這個你不要跟我講理由 你要達成這個任務 最重要你能不能達成任務 你不要講別的 我們新聞圈都是這樣 我們以前跑新聞 長官都是交代 你去跑這個新聞 跑不到你就不要回來 採訪這個人採訪不到 你就不要回來 對 在陳時中這個官太好做了 他只要沒有做成功的 他就靠一張嘴在什麼狡辯 然後找一大堆理由 他找了多少理由 在那邊坐這麼多年 坐這整天 他每天就聽他講這些怪理由 經驅一大堆 這個態度 我剛剛看了就很生氣 我說什麼叫利潤分配談不攏 這個時候 你基本上你要去談判的話 你就已經要把你的談判條件 要放寬了 因為這個東西 是你必須要的東西 我們要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